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由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主办的亚裔新生活节目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Alex 在节目里 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将会邀请来自各个行业的嘉宾 和大家分享新西兰的生活 探讨健康知识和资讯 以及介绍华人可以享受的 各项福利和健康服务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 每周三下午5点到6点 在AM994 重播时间是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 在AM936 这次是我们第三期节目了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请来了来自选举委员会的 华社媒体发言人 周岸 他将为我们介绍关于这次大选 以及公投的一些情况 让咱们能够明明白白的 顺顺利利的把手中的选票投出去 好的 首先我们让周岸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Alex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上到Alex这个节目 就今年的大选和公投做一些简短的介绍 我也非常感谢您能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我刚刚认识到您的时候呢 我对您的身份是比较好奇的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 您到底是来自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这个选举委员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而且您的这个职责又是什么呢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选举委员会呢 是隶属于司法部的一个政府机构 主要是负责一切与选举投票有关的运行和管理 比如运行每三年一次的国会大选 不定期的补选 公投 以及公民请愿 那么还要协助每三年一次的地方选举 我的工作呢 除了维护正常的选民注册及更新 还涉及到一些民主投票制度的推广 当然更是因为我的文化优势 那么我会讲中文 还有我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 那么我会主要针对亚裔社区 尤其是华社推广新西兰的民选 帮助更多的华人了解新西兰的政治体系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新西兰的民主投票 比如说通过在华社举办讲座 让更多的华人认识到参政议政 参与民选的重要性 非常感谢您能来给我们做这一期节目 给我们这个答疑解惑 其实作为我 就像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知道我要参加投票 我知道有不同的一个党派 他们有大概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代表的态度 但是说您要问我这个细节 特别是刚才像您提到的一些词汇 这个国会大选 不定期的补选 公投地方选举 其实我真的是说实话不太明白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 这都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国会大选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每三年一次的选这个政党 当然选出来的政党也等于选出了总理 我们还有国会议员 不定期的补选呢 是指某一个选区的国会议员 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辞职了 那么他这个选区议席呢 就空出来了 那么需要选新的议员来填补这个空位 公投呢相信大家就非常熟悉了 几年前的咱们国旗公投对吧 至于说到地方选举呢 地方选举呢实际上呢是由市政厅 他们来运行的 我们选举委员会呢只是帮助他们管理 比方说帮助他们协助他们办理选民登记 协助这个选民们进行一个投票等等 那么这个地方选举呢也是每三年一次 主要是选市长 市议员 还有医管局的这个委员 那其实听起来我们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投票 跟选举的活动有很多啊 但是我相信咱们可能华人朋友们参与的 并没有那么多 我以我自己个人来反思来举例的话 我好像只参与过这个选这个政党像什么议员呀 什么补选呀 包括选市长 我好像都没有很积极的去参与过 那我相信或者说我希望通过这次呢 您给我们讲解呢 能让我们对他这个过程 或者说这个流程能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然后帮助到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可以更好的去投票 去行使我们这个手中的权利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想问问您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这样的一个参与程度不太高的情况 是一个普遍情况呢 还是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情况 咱们华人普遍的这个投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从你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说明我们的宣传率度还是不够的 从上次的大选和地方选举来看呢 华人的投票率呢 还是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华人社区呢也越来越壮大 华人的声音呢更需要被听到 华人在新西兰总人口比例呢 是不可忽视的 可是华社的声音呢 却还是比较微弱 总体来说 华人的投票率比其他族裔要低 远不及我们族群那么壮大 我们生活在这里呢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对政府呢 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诉求 那么投票就是表达诉求最好的途径 所以说等于就是投票率并不是和我们的人口的比例是成正比的 还是说有比较低的 特别是跟其他的这个族裔比 那么您从您的这个理解角度 或者说掌握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您觉得为什么我们华人投票率会低呢 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一种阻碍呢 让咱们去投票 新西兰呢 是一个移民国家 大量的新移民来到这里呢 都需要一些时间来理解新西兰的政治体系 以及选票的力量 尤其我们大多数华人呢 来自一个政治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 对新西兰的民主选举制度不太熟悉 没有经历过民主实践 加之文化差异 语言障碍 往往对投票表现得不太积极 很难意识到通过选票 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 那么也正因为文化差异呢 我们才更需要受到关注 我们华人呢 有很多优良的价值观 在各个领域表现十分出色 这些都是需要透过发出声音 来让主流社会认可 并对施政产生有利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 人们住在新西兰的时间越长呢 他们就越有可能投票 我们呢也希望华人社区 关注新西兰的民主制度 鼓励越来越多的华人 走出家门参与投票 华社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分享 你拥有的知识来帮助你的社区 比方说通过谈论新西兰的民主制度 包括你自己注册选民和投票的经历等等 还有呢通过媒体了解各个政党的施政纲领 各个区议员的见面会 参加各个区议员的见面会 通过与候选人交流 看看他们的价值观是否和你的价值观吻合 等等呢来做出一个判断 你应该把票投给谁 我们期待每一个合格的选民呢 都能积极参加今年的大选和公投 好谢谢您 我相信我今年呢 一定会要行使我自己的权利 然后搞得明明白白的 把我的这一票投出去 投到这个我支持的这个政党 或者说这个议员 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前期做一些工作 像您说的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途径 去了解他们的这个政治主张 他们的一些政策 然后去投这个票 其实刚才您提到一点呢 我也非常有顾名 您就是说我们透过发出声音 来让这个主流社会去认可 然后让从这个施政的层面 产生有利的影响 其实我作为这个亚裔家庭服务中心的议员 我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然后其实是从政府那里拿这个 这个方顶也就是资金 来提供服务给咱们这个亚裔社区 其实我们之前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咱们亚裔这个群体 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我们最近拿到了新的一个合同 就是说可以给这些 在疫情期间受到影响 产生心理问题的这些朋友们 去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 但是这项服务一开始 并没有提供给亚裔社区 它只给提供给了洋人 毛利人跟岛民 是因为他们这些不同的族裔都会有人去向政府去发声去 去申请去说我们需要这样的服务 这边那个新移民或者说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困难的人 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帮助 所以说我们亚裔监听服务中心就是代表着亚裔社区 去振臂高货 去跟卫生部去和政府部门去 去怎么说 抗争 抗争对 说你不能忽视我们 我们有这样的research 我们有这样的数据 我们这样的证据 你不能忽视我们 忽视我们的存在 不能不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 最终我们还是争取下来了一小部分和其他足以比 一小部分这样的资金 能够得以给咱们华人社区提供这样的一个免费的服务 但我相信这是第一步 就像咱们投票一样 可能您的一张小小的选票 并不能真正的产生一个多大的价值 但是说咱们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让他们重视到咱们的存在 让他们听到咱们的声音 可能就是说在未来 就像我们成功的例子一样 能够影响他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真的能让咱们的这个诉求得以实现 对的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呢 很多华裔呢 他们觉得哎呀 没关系了 我投不投不要紧 实际上你的这张选票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 众人食柴火焰高 对吧 对 对 所以说需要 让他们重视到咱们 只有咱们对他们有用了 是吧 咱们说的通俗一点 咱们对他们有用了 是吧 咱们能影响到他们能不能当选了 他们才真正考虑咱们的利益 才会去考虑咱们的这个诉求 对的 刚才我好像义愤填膺的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还表达了我们机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但其实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在想问问主案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的阻碍 关于大家去投票或者说参与选举的 比如说这个文化差异 比如说这种语言的障碍 那咱们选举委员会有没有进行一些措施或举措去帮助大家去消除这样的一些阻碍呢 当然了因为新西兰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那么每个政府部门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 所以选举委员会为了更有效的服务广大的华社朋友们 我们在网站图书馆公民咨询局等服务机构 提供了大量的中文信息 主要是针对选举 还有如何参与的这些事宜 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资讯 那么选举委员会还专门雇佣了大量的社区联络员 到各个社区去帮助选民 完成一个选民登记 还有帮助选民们了解该如何投票等等 那么当你看到带着橙色工作牌的工作人员呢 请与他们交谈 他们可以帮助你完成选民登记 准备投票 更能为你答疑解惑 也就是说这个图书馆公民咨询局 他们机构的工作人员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咱们去简单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信息 我的理解是他们其实有很多华人员工是吧 对的 他们有很多华人员工 而且呢为了推广这次大选呢 他们也都和我们有合作的这个一些协议 那么他们有的工作人员呢 还专门经过了我们的培训 比方说告诉他们的工作人员如何去这个解答 选民的一些疑惑呀 或者是选民给选民提供一些帮助啊 包括帮助协助他们填表啊 我觉得填表这件事情可能是对有一些人是一些阻碍 因为我的理解是 我了解到的是咱们的这个注册表全都是全英文的 没有其他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所以说那如果说比如说咱们一些老年年纪大眼的朋友或者说英文不太好的朋友 那在投票上某一个环节就不太了解了 那咱们就可以拿着这个选票 不是选票 是选票啊 可以叫选票啊 拿着这个注册表 对拿着这个注册表去咱们图书馆或者说公民资讯局去问的一些华人的员工 包括您刚才提到这个带着橙色工作牌的这个联络员 他们也有会说中文的 对 咱们可以向他们去来询问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注册表怎么填 包括怎么投票这个过程 对的对的 好的那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可能会邀请周安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从注册到投票到最后出结果 或者说了解这个制度的这个流程 那咱们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压抑新生活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上一节内容呢 我们大概讲了讲这个我们投票的华人投票或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跟阻碍 还有说我们选举委员会大概给大家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那么这一节呢 其实是咱们的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了解到咱们怎么能够真正的投入到这个投票跟选举的环节当中来 那咱们先从这个注册的这个环节 咱们先聊一聊吧 那主要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种 就是想要参与这样选举跟投票的人是怎么注册呢 好的 那么注册是投票的先决条件啊 那么注册之前呢首先要那个考量一下你是否合格成为一个选民 那么新西兰的法律规定呢如果你是18岁以上的新西兰公民或永久居民在新西兰连续注满一年以上你就必须登记成为选民 但是投票呢不是强制性的 我先打断您一下 您说永久居民指的是PR是不是 对是PR 就是permanent residence 因为indefinite还要在你的那个就是你拿通常你拿PR 他不是有一个限制你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吗 那在那一栏里必须是indefinite才是PR永久回头 也就是我们说的永久回头 就是那些刚刚拿到居民签证 但是还在做两年移民间的那些人 他们是不是不能投票的 对他们是还不算合格的选民 只有拿到这个永久回头的 永久回头签的 然后还要居住满一年的才可以参与这个投票 对对对对 成那我明白了 那您继续这个怎么登记呢 那么无论你要参加任何形式的选举的投票呢 都需要完成选民登记 比方说任何形式指的是大选 地方选举 公投 公民请愿 还有这个补选 这些你都必须具备选民资格 你才能去投票 否则就算你去投票了 也不会被计算在内 也将成为废票 他们会在后台有一个审核 就是 对我们的系统里面会 我们都是跟其他的这个政府机构呢 是一个数据共享的 所以呢都能够 帮助判断是不是合格的 判断出来 还有呢我经常在搞活动的时候 我会遇到很多华人朋友跟我说 我投票了呀 因为他们对这个新西兰的这个民主体系不是很了解 心想哎反正投票我就去投吧 但是如果你没有登记成为选民呢 那你投出去的就是废票 所以这个这个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要想投票必须先登记 而且登记呢是在新西兰呢是你的一个法律义务来着 必须要登记 否则也会面临一个罚款 嗯就是登记是必须的 您之后投票是不是强求的 但是说必须是登记 而且是法律要求的 对对对没错 明白了 对那么登记选民呢非常简单 你只要填写一张选民登记表就完成了 那么呃你也可以电子登记 就是到我们的vote.nz上面呢 用你的driver's license或者是passport 就是驾照跟护照 或者realme account 嗯啊 那么进行一个注册 非常简单 可能只需要几分钟 Alex你有没有注册啊 我说实话我真的是在网上注册的 我好像不是注册 之前我注册过 当时我糊里糊涂的注册过 然后这次呢我就试了我的账号密码 能登录了 然后我就把我的信息又填了一遍 然后过两天我就收到一个邮件的包 然后呢就是从这个选举 选举委员会寄过来的 然后呢里面有我的信息让我核对 然后看我是不是要去这个 如果有错误的话就给他们寄回去 我的这个新的信息 对我这应该就算注册成功了 对对对你注册成功了 而且非常好 你也体验了我们这个电子注册 因为我们这个电子注册呢 也是今年才 这次大选才推出来的 之前我们都没有这个电子注册 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 如果不太不太喜欢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话呢 也可以呢到图书馆 或者是公民咨询局去索取一个选民登记表 那么图书馆也好 公民咨询局的也好 他们的员工呢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朋友 如果英文不太好的呢 他们都可以协助我们去填一个这个表 但是由于这个表呢是一个法律文件 所以呢我们需要本人亲自签字 那么如果你都觉得这些都还是不太方便 哎呀我也不想出门 可是我又想登记成为选民 那么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0800367656的电话呢 我们可以也向我们索取这个表格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表格呢寄到你家里 那么你可以填好这个表格呢 放到我们的回忧信封里面寄回来给我们 这也就算完成了你的注册了 嗯所以那我帮您稍微总结一下 就三种形式 一种就是上您的那个网站 就是3w.vote.nz 这个网站上去 直接在网站上注册 咱们可能年轻的朋友 这个经常上网呢 可能会熟悉一点 对对对 然后咱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也是无纸化嘛 咱们也环保一下 对没错 还有一种您说的是可以 就是直接到图书馆或者公民咨询局 然后跟那里面的工作人员 要这个纸质的表格 咱们去填 然后如果像刚才您介绍的 我们为了消除阻碍 那边的华人员工 包括您说在橙色牌子的这个联络员 也可以就现场就帮助我们填了 帮助咱们翻译了 没错没错 消除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 对对对 第三个就是您说打电话 让他们寄到您家里学习 然后填完了以后再给他们寄回去 对 这三种方式 对 那那些已经登记过的人呢 之前已经参与过大选的人呢 他们怎么再去需要激活一下 还是怎么样吗 就是说之前已经参与过大选的 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收到这个确认信了 就像你登记完以后收到个确认信 那么你在收到确认信以后 如果上面的信息准确无误 你不需要更改的话 你可以不用回复我们 因为你已经更新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收到这个确认信的朋友呢 也可能是第一 你没有注册 第二呢 有可能是你更改了地址 你搬家了 那么没有通知我们 那么有可能这样的话呢 你要及时的去更新 否则呢 我们系统就会把你冬眠 这样的话呢 你还得重新激活一下 那么重新激活呢 就要重新填一个表 等于重新注册一次 对 那也很简单 对 我记得在网上填的时候 好像就几个问题 然后就注册成功了 对 那些很多 我觉得很多搬家的人 他们可能是这个信封 已经就是您的那个package 那个信息 那个那个 就我收到的那个那封信 可能是寄到他原来的地址去了 你就不知道 对啊 但是你只要没收到 说明你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可以投票的状态 因为你如果没收到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会寄那个快捷投票卡 你如果没有更改信息的话呢 你快捷投票卡也收不到 嗯 好 那就是关于在这个填写 这个我们注册登记的这个表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提示呢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犯一些错误啊 或者说有一些问题 因为它都是全英文的嘛 那我们有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特别注意的 因为我们这个表呢 有几个是必须获取的信息 你比方说名字 生日 还有你的地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的地址决定了你的选区啊 那么还有就是签字 像其他的 比方说电话号码啊 email地址呢 你最好能够提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 可能尤其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姓王也好 姓张也好 这个同一个出生年月日的 可能很多叫张力王力的名字 可能会有很多重复 那么如果你给我们提供了电话号码 或者提供了email呢 我们可以确认 因为我们不想系统里面 重复两个同样的选民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给你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对吧 这样的话 避免我们出现同样的这个选票 那么如果出现同样选票 那就是废票 那不光是废一张 可能就废两张 两个人的这个选利都没有行事 对对对 那那比如说我在表上填错了 我可以划吗 我可以这个 可以划的 用修正页什么之类的吗 那都可以划 你就是划掉以后呢 你就签上你的名也可以 然后呢 就是在地址那里 要这个特别小心 那么在这里 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呢 因为尤其是对于近期搬家的朋友呢 要注意这个 我们2018年的人口普差异后呢 我们对选区呢 有了一个新的调整 那么在原有的基础上呢 增加了一个选区 那这样的肯定会影响到 你所注册的这个选区 那么因为你的选区决定了 你选 你只能选你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 所以这个选区很重要 那么因为新西兰的法律规定呢 界定你是否符合这个选区呢 你的居住地址必须满一个月 那么也就是从大选那天往回算 你要够一个月 比方说我想投A选区的这个议员 那么我必须要在A选区住够一个月 就从大选那天算起住够一个月 你才具备该选区的投票资格 你明白我意思了吧 我明白了 但是那我搬到那边还不到一个月 那我就 那我已经搬离了原住址 那我原住址的议员也不能选 新住址的议员也不能选 不是 那你就只能选你原住址的议员 哪怕你搬家了 搬到新地址了 但是你不够一个月的话 你就只能选你原住址的这个议员 就是还是可以选的 只不过不能选新的了 对 那么这个所以呢 这个涉及到国会议员候选人 就是说你需要选 哪个选区的候选人 所以在提票前 投票前呢 一定要了解清楚 你所支持的政党候选人 是否属于你所在的选区 这个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个信息呢 给我们寄来的这个资料里面会有 对 我们那个注册登记表上面 它会让你选 你比方说填写你现在的地址 问你有没有住够一个月 那么你要打勾 如果你打勾了 没有住够一个月 它下面有个日期 你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地址的 那么你之前的地址 这个必须要提供 否则你不提供 我们要把这个表退回给你 你还要重新再填一次 他也是帮咱们辨别一下 你到底是在哪个选区 是有资格选这个议员的 对对对对 一个方式啊 刚才您还提到有一个选区的变化 那个是大概在哪个区域呢 咱们住在那个区域的朋友可能特别的要注意一下 我们增加了一个塔卡尼尼选区 那么就是呃 所以住在南区的朋友呢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留意一下自己的选区有没有什么变化 对那就是住在南区的朋友 住在奥克兰这个区域的话 增加了一个选区 对那南区的朋友 如果听说您住在南区 塔卡尼尼这个附近 您要看一看自己的那个选区 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变化 对对对 是不是您到底是能在哪个选区 这个参与这个选票 好的那谢谢周安 跟我们介绍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流程 好的那咱们刚才讲完了注册了 大家有这个合格的身份 然后都已经成功的注册 或者说更新了自己的信息 那就下一个面临的问题呢 就是去投票了 那您再给我们讲讲 我们投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今年的投票呢 是从9月5日就开始了 那么9月5日开始呢 是提前投票 每一次大选呢 都有提前投票站呢 会提前开放 那么一直到这个开放的时间呢 一直从9月5日延续到 9月19日的那个投票的那一天 那么有关提前投票的细节呢 都会附在寄给你的快捷投票资料包里面 如果你是在8月16号以前完成注册的 你就会收到快捷投票资料包 里面有快捷投票卡 选举和公投的资料 如果没有收到呢 可能是你没有及时更新地址 那么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还没有去更新地址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可能被系统冬眠了 那么你需要重新填一个表格呢 来更新你的信息 这样你才是一个合格的选民 你才具备了马上去投票的资格 那么也为你去投票呢 提供了很多方便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还要再反复强调 你必须完成选民登记 才有资格投票 如果你说 我就说您的这个资料包 您说8月16号之前注册的 然后就可以收到 那什么时候 它开始寄给大家呢 那什么时候算是一个结尾 如果没收到了 我就要赶紧去看看 我的这个状态对不对 它这有一个时间范围的一个 应该在9月5号之前 你应该能收到 我们的快捷投票包 因为9月5号就开始投票了 所以说它应该保证 在9月5号之前 大家都可以收到这个资料包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你注册了 还没有收到确认信 那么你还有 就说你比方说你人在国外 那么你回来也来不及 再去重新注册 那么你还可以呢 直接到投票站 就是在大选的那一天 直接到投票站呢 去完成一个特别投票 就是说 哪怕你没注册 没更新 但是说在 只有当天吗 只有9月19号 当天才可以去完成 这种特别的投票 不不不 在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 就说你还有最后的机会 就说你在最后的那一天 都可以完成注册 这是我们的新规定 以前是没有的 原来就是说 你必须把我前面流程完成了 你才可以 提前注册 那现在的新规定就是说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就是在最后一天 你也可以完成注册和投票同时进行 我当时注册 我现场我就可以投票了 当场就可以被这个工作人员确认 我已经合格了 对对对对 那还是挺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大部分的新西兰人呢 他们都会在这个投票日 就是9月19号星期六的那一天 那一天吗 对 去全家人 他们把它做一个像节日一样的活动 一个仪式 对对对对 他们觉得还是蛮神圣的 很多人投完票以后 全家人就会去庆祝一下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传统 那刚才您刚才还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在海外的华人 那海外的华人他也是有 如果符合了这个18岁 然后这个市永久居民 他们也有资格投票吗 但是您刚才还有一个居住一年以上呢 他们在海外已经住在海外了 没有他只要在他这一生中 他拿到他拿到PR了吗 对吧 但他拿到PR之前 他在新西兰只要住够一年 那么对他离开海外的时间 没有超过三年 他还是具备了投票的资格的 就是又多了 如果是对海外人来讲的话 又多了一个限定条件 就是说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是18岁以上的公民 或永久居民 只要你一生中住过一年以上 但是多了一个条件 你离开新西兰是三年以内的 你离开新西兰超过三年 不管你是公民也好 是居民永久居民也好 你都失去了投票的资格 但是呢 在这三年之内呢 你只要回来 哪怕待过两分钟 只要你踏上了新西兰的领土 哪怕一分钟两分钟 我们都可以计算你是资格的选民 比方说三年之内 我没有回来住 但是我回来看朋友了 我在机场见了个朋友 对吧 几分钟的时间 这样也算你回来过 就是说只要你没有连续的三年 都不在新西兰 你还是合格的 对那真的是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 如果说自己海外有亲戚啊 或者有朋友啊 也想就是为咱们新西兰的这个 这个政治决策 做出自己的一份这个判断 或者说参与的话呢 那可能也是跟他们讲一讲这个具体的条件啊 鼓励他们也是投出自己的一票 因为咱们都是华人嘛 咱们华人考虑的事情 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谋求的利益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那咱们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把咱们这个声音去传达出来 鼓励他们这些海外的人也过来投票 千万不要认为你的这一票不重要 有时候这个就取决于你的这一票 对啊 像咱们一会儿您可能会介绍的这个党派组成 那可能这个百分比的这个小数点 就是咱们这几校啊 对没错没错 所以任何时候不要低估了你手头的权利 好的那所以正式投票的日子是9月19号 但是从9月5号我们就已经合意开始投票了 那投票就一种渠道 就是说我们去投票站 对吗 还有其他的渠道吗 对目前来说是只能去投票站 这个投票站一般都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都是在每一个社区都有 比方说小学啊 大学啊 还有这个图书馆附近啊 还有大型的shopping mall都会设有 今年还会设更多的投票站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里有投票站的 或者说离我最近的是在哪 怎么找到 就是说 有资料包里有吗 资料包里面都有 如果你没收到资料包的话 你到附近的图书馆也好 公民资讯局一打听就能打听到了 那咱们这一节的内容呢差不多 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讨论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亚裔新生活的节目当中来 现在呢咱们就要具体的了解一下 首先我觉得您可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投票的这个当天 我们到了这个投票站 当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投票 好的 那么今年的大选呢 除了选政党和国会议员以外呢 还绑定了两个公投 那就是大麻和选择结束生命 您说的大麻就是那个大麻 娱乐大麻的这个合法化 选择结束生命就是这个安乐死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的对的 那么当你前往投票站的时候呢 那么你可能已经早就收到 这个我们的快捷投票卡了 那你就出示你的快捷投票卡 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工作人员很快呢 就会找出有你名字的选票 那么上面呢有两栏 你只需要在政党票那个一栏里呢 选出你心目中希望执政的政党 在选区票里一栏你的 选出你所属选区 可以为你发声的政党代表 也就是议员 对也就是议员候选人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那么在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每一栏呢只可以选一次 就是只能选一个党 再加上另外一个这个 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不能多选 不能说我对这个两个党 我都感兴趣 那不行那就成了废票了 这一定要注意 对 还有呢你可以选这个不同的 你比方说我们拿水果来举例子 我们有苹果党 香蕉党 葡萄党 那么你可以觉得 哎呦这个香蕉党蛮能代表我的议员呢 那我政党呢 我选香蕉党 可是国会议员呢 我觉得好像看这个介绍呢 我觉得这个葡萄党的这个国会议员 他的价值观 我很欣赏 蛮符合我的 那我也可以选这个葡萄党的这个国会议员 就是他两他这两个不一定非要说是我都要选同一个 就是这个您选择的一员 因为是从您的这个选区率出来的嘛 他可能是更加代表着这个这个这个您的这个选区所 这个地理地域环境的这个社区的这个需求 您觉得可能葡萄党的这个 他这个代表更能代表我这个 他的政治主张也好 或者他的这个政策呀 他的理念呀 更符合我的价值观 所以呢你觉得哎 那我就在选区议员这一栏里呢 我选出这个我这个选区 能代表我发声音的这个议员 对政党你可以选其他的政党 对对对 不一定非得是一致的 不一定是一致 但是就记住政党也好 国会议员一来也好 你都只能勾一次 现在呢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就是刚才咱们也讨论了 半天这个投票要投一个政党 要投一个议员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议员 这个议会 这个席位 这个政党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那我们投了票以后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可能您从这个制度方面 也给我们解释一下 让我们这个投票投的更明白一点 好的好的 非常好 那么新西兰选用的呢 是混合议席比例代表制 也就是MMP 就是按比例去 对 那在MMP制度下呢 每一位选民 可以拥有两票 那就是说你可以投两票 一票呢 是投给你所支持的政党 另一票呢 就是投给你所在选区的政党候选人 新西兰呢 有72个选区 那么每个选区呢 选一个国会议员 国会呢 是由120个议席组成 就是72个选区的议员 加上48个排名议员 那么 所以说咱们整个新西兰的话 就是把它分割成了72个选区 72块 然后每个人呢 会根据你的居住的地点呢 会把咱们放在这个选区里边 然后呢 那咱们其中选票的一票呢 就是选咱们这个72 这个 这个这个选区的 代表咱们这个人 就像刚才您说的 可以是不同政党的 您需要了解到 这个选区议员呢 他的自己的政治主张 跟他的这个政策 然后做出您的这个选择 他们只要被选出来了 就是肯定会进入这个国会的 120个这个席位的 对的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 有这个48个排名议员 这个排名议员是什么意思呢 排名议员呢 主要是指某个政党 他自己的一个排名 就是 不是说是整个国会里面的排名 这个排名议员呢 指的是每一个政党 比方说苹果党 香蕉党 葡萄党 他们各自党里 党内都有一个排名 嗯 他们自己党会有 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议员 然后他们有一个排名 对 那那这 他们的排名是 根据什么来进入 去占据这个48个 剩下的48个排名议员的呢 是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呢 那就是 在MM制度下呢 任何一个政党 必须赢得5%的选票 就是在这个大选过程中哈 你必须赢得5%的选票 或者至少赢得一个选区的议席 就是说你得满足任何一个条件 才有资格进入国会 比方说一个政党获得了30%的总党票 那么该政党在国会里就拥有36个国会议员 正好占120席位的30% 也就是说这36个国会议员的数字呢 正好占到120个席位的30% 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咱们算术题了啊 120的30%是36个 等于就是您投了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得了30%的选票 他们就有资格有36个 他们的这个政党的议员 进入到这个国会里边去 但是这个36个不只是 包括他们的排名议员 他是先要把这个选区议员排除出去 那我举个例子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相交党 他正好有30%的人支持他 他有36个席位允许进入国会 那他这个选区议员呢 72个里边呢 大家选出了这个20个 那等于就是说 他这36个资格里边 那有20个已经是被占走了 必须是肯定会进入国会的 那他们就还剩下16个 来由这个排名议员来补上 那等于他党内排名 从第一到第16的人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国会里边 去组成这个36个 那另外的政党占30% 那他们也是刨除出 他们自己的这个选区的议员以外 然后再去拿他的这个排名议员去补充 然后最终组成咱们这个政党 对我觉得这样理解应该是对的 真的像是一个算术题了 因为他这个MMP这里就已经说比例代表制 这里面就有一个算术的问题在里边了 对所以说那每个政党 他们可能是首先要争取到这个选区议员 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国会当中来 没错 然后再争取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党派的一个投票 这样他们补充进去的人就会就会更多 对 没错 对所以咱们在投票的时候 可能也要顾及到这个这个比例 你选了这个香蕉党的 然后那个的议员地区议员 你又选了苹果党的这个党派 那他们这个会不会冲突 咱们可能也是要废废脑筋的去想一想 对这个可能还有点算术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是 然后那像去年 不是去年 三年前咱们这个政党的组合 是这个有一个党派需要联合其他的小党派 才能独立执政 对 这个也是他的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对因为通常情况下呢 独立执政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如果一个政党的党票不足50%的话呢 他就需要与其他政党协商组成联合政府 那么我们现在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个联合政府 对 所以说他要把这个百分比凑够了以后 然后再根据他的百分比把这个议会 对 议会组合在一起 对 他有时候可能组合 联合一个党还不够 还得再联合一个党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多党执政 对 这就是MMP制度下的一个这个一个特别的一个特点吧 特色吧 但是不管几个党执政 他的遵循的这个议员席位的原则还是还是一样的 对120个席位这个是不变的 嗯 所以说那其实各个政党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 占据这个120个席位 这样的话 他们在做什么政治决策 或者说通过什么法律的时候 这个政党的意志就能够更多的体现出来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要投票的嘛 也是议会投票去通过某一些政策或法律 对 嗯这就是这也是咱们给大家普及一下议会的作用啊 嗯嗯好 然后那我们明白了这个咱们这个投票到底是怎么投比例怎么占 其实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咱们有两项公投啊 今年一个是娱乐大麻的这个合法化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选择结束生命 也就是咱们通常理解的这个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怎么投呢 这个也是是复杂的一个过程吗 嗯这个至于公投就很简单了 就是两个法案让你选择支持还是反对 那么如果你同意呢 就go yes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法案呢 你就go no 嗯具体要了解这个法案的内容呢 可以到这个他们有个特别的网站 就是referendums.govt.nz referendums呢就是公投的英文啊 然后govt.nz呢查询 他这个网站上的都有非常详细的中文介绍 那么我也建议大家呢 先对这个法案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呢 再去决定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嗯对可能有一些法 有一些这个公投比如说大麻呀 包括安乐死的 咱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的经验可以介绍 但是说在新西兰的这个国情下呢 咱们怎么进行选择 那可能是要仔细的看一看 他的一个法案呀 包括他的一个一个 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有可能咱们有些是理解不到的 他这个目的 或者说咱们怀疑他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 您做出一个自己的判断 嗯那关于这个中文介绍呢 我们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也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 已经把这个中文的 这个介绍的一个小册子呢下载下来 放到了我们的一个文章里面 您呢如果说去他们那个网站查不到 找不到 您也可以加我们亚裔家庭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去查这篇文章 然后我们公众号的这个号码呢 是afs三个字母 然后下滑线 0800862342 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 所以说整体的号码就是afs下滑线 0800862342 或者说您打我们的电话 问问我们是怎么怎么加我们公众号 或者说您直接打电话 我们指导您去加我们都可以 把这个关于这个公投的具体的信息呢 给大家介绍出来 感谢周恩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大选以及公投的流程 以及注意事项 还有我们的MMP制度 那么下一期节目呢 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 为我们详细介绍和解释娱乐大马合法化的内容 他会为我们分析这个大马的害处到底有什么 然后呢政府想让他合法化的目的又是什么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下一期继续听取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周三下午5点到6点 在FM99.4 重播时间呢是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 在AM936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希望下次与您在节目中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